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少女baby本人 你觉得维持少女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有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我们 维持少女感最重要的秘诀啊 首先是心态吧 要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 然后追剧啊 多看一点少女感满满的剧 不要懒惰 要打扮自己 还有多交一些朋友 是跟你一样少女感满满的朋友 现在还想尝试哪种凤的造型呢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会尝试光头造型吗 其实我真的是没有太在意 自己是什么样的造型 我觉得就是跟那个人物和角色 能够相匹配的就可以 如果那个角色是 一定要是光头的造型 并且他非常丰满 非常立体的人物性格的话 也可以尝试 baby 你会在网络平台上搜自己 然后偷偷开始粉丝的活动吗 会 会搜自己 就是有几个粉丝的ID 我都已经很熟悉了 然后他们经常会黑我 比如说我穿了一件粉红色的毛衣 然后那上面是有点亮亮的 然后他就放了一张我那个图 然后旁边放了一张那个擦那个锅的 那个钢丝球的图 就说baby你穿了一个粉色的钢丝球 Hello baby 之前跨年唱歌唱得非常好听 前段时间和爱福杰妮也有过合作 有可能会推出一首单曲吗 单曲啊 每年的4月1号我都发专辑啊 4月1号啊 大家请留意我的新专辑哦 我是4月1号歌手 最近创业时代播出了 baby可以用一句话安慰一下吗 生活中baby和纳兰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其实我觉得创业时代是一群年轻人 共同去创造梦想 去实现梦想的一个戏 挺燃的 并且让大家看到这个创业路上的 各种心酸的一个电视剧 最重要的就是里边有各种高颜值男神 其实纳兰我特别欣赏她的就是 她不单只是在物质上独立 还有她在精神上也非常独立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并且努力地朝着那个方向去活着 这个是我特别欣赏的地方 你好baby 最近已经拍完剧了 有没有想和家人一起出去度假的计划呢 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我其实挺想自己出去度个假 但是又不舍得把小海绵扔在家里 如果能带小海绵一起出去的话 想去哪里 那就只能去游乐场 小海绵最近有没有一些 就是喜欢的兴趣爱好啊 或者是特别调皮之类的 小海绵最近学会了甩手舞 就是不管听着什么音乐 她都可以的 跳得很嗨 然后那个腿和屁股一直在扭 也不知道学谁 就是节奏感挺强的 baby 杨家将们希望你能多营业自己的美貌 你能不能经常发发自拍呀 我已经过了爱自拍的年纪 但是就每次在微博上看到杨家将们跟我说 baby 你的九宫格自拍呢 然后被催久了 我还是会发的 为了你们 如何防止秋冬涨标呢 如何防止秋冬涨标 秋冬贴点标挺好的 过冬了 到夏天再见吧 创业时代最近也在同性视频上热播 你觉得跟黄轩老师一起拍戏是什么样的感觉 觉得跟黄轩老师一起拍戏会有一种非常安心的感觉 因为他会把自己的想法真实地告诉你 我们在每一场戏之前都会花很长的时间 大家去把剧本里顺 然后把台词固定 这整个流程下来会觉得非常有安全感 拍摄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 特别印象深刻啊 就是天挺热的 然后每一天其实都是从早上五六点开工 然后到晚上五六点就收工 我觉得其实那一段时间就跟真正的纳兰差不多 早起早收工早睡觉 生活特别规律 作为万千少女偶像的baby 你最近常用的口红是什么色号呢 提点一些秋冬流行的颜色给大家可以吗 秋冬其实可以试一下豆沙色 在夏天其实我比较喜欢橙色的唇膏 那秋冬可能衣服会穿的颜色更深色一点 觉得深红色挺好看的 大家都说你的臂力特别惊人 这个惊人的臂力是爆娃练出来的吗 其实我小时候啊 就是觉得手上有那个筋弹起来就是很帅 小时候就开始练臂力 那时候是家里边要买水买西瓜 我都会自高分 哎我去 然后一手提个西瓜我就回家 然后也会经常的去练那个伏地挺身